好那咱们来去看一下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去做的这样这个工作 现在呢已经出过的是把这个manage跟这个ifome给你拆开了 我们拆开的意思在于哪呢 这个意思大家需要明确一下 就相当于manage.py最终要给你称成什么样东西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 我们要最终把manage.py仅仅就给你只剩这些东西了 相当于manage.py最终拆的话就剩这东西 创建一个flux的应用程序 然后呢直接把它添加上一个脚本管理 让它一管理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app到底做的是哪些业务逻辑 是什么样的一共同产品 在manage.py当中根本就不去关心 是这样的东西 相当于manage.py是这样的东西 那回过头来 关于整个flux的你的工程的东西在哪呢 全都放到iHome当中了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形态 那我们就需要把原本在manage.py当中 所对应的这些工程呢 统统的全部都放到iHome当中 我们把iHome当作一个 跟manage.py进行配套去使用的 iHome是我们最终在进行构建的时候的 一个应用程序了 那这个iHome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iHome就可以理解为 之前是我们一直创建的 那个flux的工程 而manage.py只是把这个工程 给你开起来的一个独立的运动性 好那现在咱们来看一看一下 那刚才我们已经把对应的用到的db呀 还有这个grade.py都放到了iHome的这个小目录里面 作为它的应用程序里面所会用到的工具 接下来咱们再来往下看 还要看什么东西呢 刚才说了Redis是不是也得往过来啊 对吧 所以呢Redis我们也要给它放过来 那咱们把它两个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我也给你放到这 放到左边之后的话 接下来左边是引力的文件 右边是many的文件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关于这个地方到底是要放到 Create.py的函数的上面 还是放到Create.py的函数的里面 这怎么去考虑呢 这还是跟我们刚才去讲数据库的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在这个iHome当中 这个目录里面的其他文件 需要用到数据库的实力 需要用到Redis的实力 需要用到这个工具 那你就不能给它放到函数当中吧 你放到函数当中的时候 别的文件里面往过倒的时候 是倒不过来啊 所以你必须放到函数的外面来 那就像数据库一样 Redis这个连接也是我会用得到的 所以呢那我也给它放到外面吧 那放到外面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Redis store 只是我现在开始留出来的 一会儿我们会我们会在后面的 试图化成当中用得到 用得到的时候 而这个Redis在进行创建连接的时候呢 也不是通过第三方扩展吧 并不是通过像plus这样的扩展东西 给你创建出来的 而是还是操作了Redis里面的 最原始的方式 所以在最原始的方式当中的时候 这一点我怎么去处理它呀 怎么去处理它 咱们来去看一眼 怎么去处理它创建这个对象呢 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还是得通过Redis 把这个Redis给导过来 这是用到的一个工具包 我导了来 需要用到Redis 用Redis创建一个Redis连接对象 然后呢 这个连接对象当中 需要用到host跟port host跟port 这两个参数现在在哪 是在config当中吧 在config文件 在config这个文件当中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config的文件 我给它放到哪里面去呢 是在config文件里面 在config文件当中的话 我们会发现 那你说我在这里面 直接把config导过来 然后直接去创建连接对象 能不能行 能行吧 但问题就是说 很有可能在线上去使用的时候 你的对应的这个Redis 这两个连接 它的线上环境 跟开发环境 似乎不一样啊 是不是还得区分开啊 所以那这个区分开的话 怎么区分开 这个区分开 所以就相当于 我在区分的时候 是不是在创建APP的时候 创建区分开的 所以那咱们是 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 给你塞到这里面来啊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把它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里面 可以是相当于所说的 出实话 Redis 工具 那我放到这里面来之后的话 那如果我外面还不保留 刚才又咱们说的 那我在别的地方 是不是就引不过去了 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我在一开始的地方 我在外面给你保留出来 这么一个名字 我在外面给你保留出来的名字 只不过是说 我一开始先给你创建成最难 能不能停的 然后呢 什么时候去执行 CreditAPP之后的话 我在这里面去声明一下 Global Ready Store 我把上面的这个东西 给你初始化一下 变成一个对象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二十条八十四了 能不能停 因为我最终在去使用的时候 mine.py 一启动的话 是不是肯定得去执行这个函数啊 所以这它一定是第一步操作 只要是第一步操作的话 就相当于进入到这里面 执行这个函数 一执行这个函数 是不是就把上面创建好的 这个变量给你初始化一次 就存放了那个对象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你做成这样方式 做成这样方式之后 那你回过出来 再来看一下 Redis里面进行使用的时候 host跟port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使用线上环境啊 或者开发环境里面的配置信息了 那这个配置信息 是不是在上面 已经通过config map的方式 已经找到那个类了 已经找到这个类了吧 通过你传的给我的是 这个devile的方式啊 还是product的方式 已经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我又通过这个名字 在这个字典当中 找到那个类 找到那个类 是不是就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直接通过这个类 去读起里面参数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把它拿过来 就相当于我不再直接 操作config这个东西了 而是通过我导进来的 那个类里面 是不是有这两个参数啊 里面有这个redis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 来把这个redis也解决了 redis解决之后 咱们接下来 再来往来看 好了 redis完了之后 实际上底下 就不还有session跟csrf啊 那我们也得把它拆过来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session跟这个csrf 我们在去用的时候 先说session 我们在操作这个session 一旦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怎么去用session啊 是我会用到这个对象吗 实际上不是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blast的session扩展 你只要把这个类 再进行构造一下 或者你把它 哪怕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函数都可以 就把IPD对象传过来 就可以了 那我最终再去使用session的时候 session从哪来呢 还是在试图函数当中 通过blast的全局这方式 导入我们之前讲过的session对象 只要在试图函数当中 直接操作那个session blast里面的session对象的方式 进行设置或读取就可以了 跟之前的这个东西 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 它只是通过这样一步 初次化操作 把blast里面session的机制 给你改掉了 最终再去用的时候呢 还是操作blast里面 去提供的对象 所以就相当于 我在这一步操作的时候 往过引的时候 我还用到放到外边吗 不用了吧 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直接给你放到里边 那相对应的 csrf的这个机制 也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只是给它去补充这个机制 最终我在去用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用呢 我们在去用的时候 是会去利用什么东西呢 会去利用blast 利用这个 wtf里面的csrf 用到这个blast wtf里面 有一个csrf 我们会用到那个东西 去生成某些东西的 所以就相当于 还是不用到它的对象 跟session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那关于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给它补充 那好了 我用不到它的对象 所以呢 我就给它补充到这里面来 也是c到这里面 所以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实际上是把这两个东西 先引过来了 咱们把这两个 对应的包 我也给你拆过来 放到这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那相对应的 我一个初步的操作 是初步完成了 初步放到完成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 init文件就有了 init文件有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哪个东西呢 再来看marypy marypy 该拆的我都拆出去了 该拆的都拆出去了 那剩下谁了 是不是剩下这个 这个仕途了 那这个仕途 我们说了 在flask当中 实际上也应该像张狗一样 给它做成一个模块化的小应用啊 对吧 那模块谁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蓝图吧 所以我们在这工程当中 还要去创建蓝图 就相当于 我要用蓝图的方式 专门来去保存实图函数 那关于这个蓝图 怎么去建 跟咱们你的思路有关系 你是说 我可以像张狗一样 把我的工程分为 用户模块 订单模块 商品模块 构成模块 按照这样的模块 来去创建蓝图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也可以 按照另外一个方式 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可以在flask当中 把我这些模块 统统的都放到一个蓝图里面去 那这个蓝图 我怎么划分呢 我要去按它的版本号 来进行划分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那你说了 我在这里面去写出来 一个这个试图函数 永远都不会变吧 很有可能会变吧 随着我的业务逻辑 随着我的业务逻辑去改变 那我对应的这样一个试图函数 最终是不是也得改呀 一改的话 那通常情况下 要保留历史版本 意思就是说 你之前的这个版本 跟我马上再去演进的时候 比如说还是主页 主页当中 业务逻辑可能变了 业务逻辑可能变了之后的话 那我现在对于原始的这个东西呢 尽量去保留 只要不是bug 而是产品升级 那原有的版本还要留 那新的这个试图函数 怎么做呢 那我们通常情况下 就给它加上版本号 比如说就是v2.0 而之前的这个东西呢 是v1.0的版本 底下是v2.0的版本 我可以按照这样方式 那我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时候 我是可不可以按版本号 来去区分蓝图呢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那我现在呢 就咱们就给你换一个思路 我就用这个版本的方式来进行 用版本的方式来划分蓝图 所以那咱们怎么去做呢 这个蓝图最终我给你放到哪 是不是还得放到iHome这个子目录里来呀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iHome这个目录 是存放了整个plus的应用核心的目录了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你的静态目录啊 然后试图啊 还有这个model 然后我们说了 试图函数是整个plus应用核心里面的 只不过呢 它消耗到蓝图当中 所以说这个试图是不得放到蓝图里面 蓝图就得放到iHome里面啊 所以那我给你去创建蓝图了 那这个蓝图的话 因为很可能不会包含一个文件 所以我就以目录的方式来定义蓝图 那这个蓝图的话 咱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最终的话还是python包的方式 那这个蓝图呢 咱们可以给它叫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说了 咱们是以版本号的方式来进行区分 所以呢 我会把版本号放到这个蓝图当中来 然后呢 这个蓝图还要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还要起的一个名字就相当于 我们说了 按照前后端分离之后 那咱们后端的程序 是不是只是用来提供数据呀 对吧 只用来提供数据 然后呢 别人访问我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了 这样一种形式 之前是不是给大家提到过一个概念呀 什么概念 叫做接口的概念吧 我所定出来的试图 是不是一个接口 别人访问呀 然后接口 我还先提供了一个单词 叫做API吧 所以咱们就把它 这个蓝图呢 就叫做API后端的试图接口 然后呢 当前是这个试图接口的 哪个版本呢 那我就给你放到这 比如说是V1-0 API-0 是当前的1.0的这个版本 所以呢 我就给你放到这 好了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蓝图 好 把它当作一个蓝图之后 那相对应的 我在这个蓝图里面 去定义相对应的试图 那刚才这个Vils 我就去掉了 就不会再单独去做了 就相当于iHome里面 包含的 所有用到的静态文件 用到的初始化 创建Flux的应用对象 创建Flux的应用对象 然后呢 还会去用到什么东西呢 这个Models 是不是应该独立出来的 无论是在这个蓝图里面的 哪个模型的东西呢 我们都是用到一个模型类 这个模型类的话 你可以按照张网的方式 再给它拆分成几个文件 或者是像我们这个东西 工程不是特别大 我就把所有的这样的模型类的 都给你放到Models.vip 放到这儿 而在API-0的这个蓝图里面呢 就可以去保存试图了 然后呢 在咱们的试图当中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 因为也涉及到用户注册的东西了吧 也会就涉及到用户 也涉及到商品 房子 也涉及到订单 所以呢 就可以在这个API-1-0当中 然后呢 我以模块的方式来去进行定义 比如说 我可能会定义一个用户的 用sus.py 好了 用sus.py当中呢 存放的是关于用户模块的试图 然后呢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house啊 然后订单啊 order啊 通通的都是以这样方式来定义快了 以这样方式来定义出来的 那比如说 我现在呢 把这个东西先删掉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咱们在mine.pia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去写了 已经有一个对应的试图了呀 对吧 已经有一个试图了吧 那咱们把这个试图给拿回来 比如说这个试图是什么样的试图呢 这试图呢 现在是给我们用来演示的 所以呢 咱们比如说给它建一个文件 给它叫做demo 好 demo放到这儿 然后咱们刚才在mine.pia当中呢 这个试图呢 我就给你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我给你放到 我所定的这个蓝图当中来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mine.pia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都就空了呀 对吧 就空了 空了之后 那我们待会儿再去说这个mine.pia 说谁呢 整个iHome是plus的应用核心 这里面的创建 营特文件里面是有 iHome里面 营特文件里面有创建工程的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API 1.20对应的是这个蓝图 在蓝图当中 我们又是以目录的方式来定义 然后呢 在这个蓝图里面要去包含各种各样的试图函数了 放到这儿 然后刚才我们给它放到一个demo.pi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现在再来看一下 那demo.py是属于这个API1.20的蓝图里面来的吧 那在进行构建这个demo.pi的十度函数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这个路径 应该怎么去实现 这个路径是不是应该是根据蓝图对象来经绑定的 对吧 那蓝图对象在哪定义 是不是在API1.20的营特文件当中啊 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讲过目录方式定义蓝图吧 对 放到这里面 API1.20的营特文件里面 这是划分小的实力范围 我们去定义蓝图 定义蓝图 好了 创建蓝图对象 咱们创建蓝图对象的话 是不是还得从哪儿啊 从blast当中去导入blueprint吧 对吧 然后呢 创建蓝图对象 创建蓝图对象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就做蓝图对象什么东西呢 也是API 然后呢 是API这么一个蓝图 对应呢 是blueprint 然后呢 放到这里面 第一个参数什么参数 还有一些像吗 是名字吧 比如说这个名字 什么名字呢 当前这个蓝图应该是 作为后端API的吧 而且是版本1.0的本义吧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API1.0 是这个蓝图 然后呢 第二参数呢 刚刚是内容吧 然后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那单元的蓝图对象就有了 蓝图对象有了之后 我回回来 在这个蓝图里面的这个demo.py当中 在demo.py当中 如果要去使用这个蓝图对象的话 怎么去导啊 是不是可以去使用相对路径啊 不让我们点的方式 直接导入吧 导入谁 导入API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对吧 把蓝图对象导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面直接去构建API的 这样的一个路径 是不是可以了 构建它 构建它的时候 那前面再进行 刚才说了 这个路径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包含版本号啊 咱们和版本号C一起 那这个版本号的话 因为每个蓝图 是不是都要去 对应的都是1.0版本啊 所以前面这个前缀 是不是就可以 不用放到这儿 而放到哪儿啊 放到 我再去注册这个蓝图的时候 统一停加前缀 是不是可以了 是这样方式吧 好了放到这儿 那当前就有了 当前就有的话 然后咱们说了 我如果按到目前方式 这样去做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我们说了 你现在当前在进行 在这个 iHome的你的文件 在这里面去注册一个 蓝图API 1.0的时候 是不是它只会去 扫描到一个 你的文件啊 你的文件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还没有包含Demo啊 所以是不是还不知道 这个是存在啊 所以咱们回过出来 是不是还得在 API这个蓝图1.0的 一个文件当中 然后呢显示的让它知道Demo的两个点存在吧 对吧 所以咱们给它放到后面来 还有一个像吧 咱们直接导入这个Demo 让它知道这个存在是不是可以了 或者从 咱们得去存在 从 从 从点的方式 import的Demo吧 是从这个 点的方式吧 我现在是在这个API 1.0当中 得从 这个API 1.0这里面 去导入Demo 所以呢 去相当于从点的方式 点是谁呢 你的文件在哪呢 在API 1.0 所以去当API 1.0当中 导入Demo 把这个模块导过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东西 导入蓝图的试图 函数 导入蓝图的试图 好 这里面也完成之后 这样的一个蓝图 是不是写完了 蓝图一写完成之后 回过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蓝图 给突测到整个的 Flash应用里面了 那Flash应用 这个是在iHome的 引译文件当中吧 所以咱们把它点开 在iHome的引译文件当中 我这里面是不要去注册蓝图了呀 对吧 好了 那咱们先把蓝图导过来 从上面直接去导 蓝图在哪呢 应该是在API当中的吧 那我在这里面导 怎么去导呢 我直接去写这个API1-0去导吗 不是吧 而是说 我现在实际上 这个看一下 iHome里面的这个引译文件 也说这个引译文件 实际上是不是已经跟API 是同级目录了呀 对吧 那我在这里面去导的时候 咱们怎么去导呢 咱们就可以使用绝对路径了 使用绝对路径的意思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是以最终整个iHome Python04这个工程的启动 角度已经考虑了 我启动的时候 是拿谁起座 去记动文件 是min.py 就是起动文件呀 min.py 作为启动文件的话 那启动目录 就会是min.py 他所遂应的目录 是不是作为启动目录了 所以我在去导包的时候 如果不是通过 这样的点儿的方式 去使用的话 不是通过相对路径导的話 那最终 from指明的 都是绝对路径 那绝对路径的话 相当于就是 以启动文件所在的目录 是不是作为 起始搜目录了 所以那这时候呢 就直接从iHome当中 直接去导吧 可以从这个iHome当中 去导谁啊 可以去导这个API 1.0吧 你看一下是连提示都有吧 从iHome当中去导入API 1.0 那你说我在这里面 如果我不这么去做 我从点的方式导的话 导API 1.0能不能行 也能行吧 所以你从这个点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我一一文件是这个iHome里面的一文件 而这个API也是iHome里面的一文件 所以通过点方式也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不想让大家 最那么小的话 咱们就从绝对路径 这个API就是iHome里面的 咱们就从iHome当中 给你导入API 1.0 导过来之后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 咱们在这个createAPP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去注册蓝图了呀 对吧 注册蓝图的话 怎么去注册呀 是不是跟APP有关系啊 APP是在函数当中 被执行的时候 去有APP对象吧 所以把注册蓝图 也就给你放到 创建函数当中来了 好 注册蓝图 注册蓝图的话 那当前 咱们已经导入进来了 是在API 1.0的这个文件当中吧 所以注册蓝图的话 怎么注册 APP.regesterblueprint吧 然后呢 把哪个对应的蓝图 放过来呀 应该是API 1.0里面的 蓝图的名字吧 是不是API呀 对吧 是API 1.0 这个目录里面的 有一个蓝图的项 API 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 后面是不是可以加前队了 URL prefix吧 Prefix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API 然后呢 比如说就叫做API 然后呢 后面 V1.0 那我们通常情况下 这个规则 我们先给它放到这儿 我们明天开始去写试图 去写试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让在课件的时候 会给大家去遗留过一个 叫做 那个Rice风格啊 还有印象吗 我们在Flux课件当中 说了有一个东西 我们是放到后面讲的呀 叫做这个课件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这个Rice风格的 这个东西啊 这个Rice风格呢 东西当中有一点 就是如何去定义路径了 如何去定义路径 就关于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 咱们就先把这东西放到这儿 我们最终定义出来的 都是后端接口 所以呢 咱们就写一个斜线API 然后呢 对应的这个蓝图的版本号是1.0啊 所以咱们就写下 在家斜线为1.0 来这么定义 明天我再去细说的话 这种资格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定义了 你按照别的方式定义也可以 按照别的方式定义的话 所以不是另外的一种 方法 另外一种推荐的规范 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它 按照这种规范来定义来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个蓝图注册完成之后 相对应的 咱们这里面就写完了 对吧 这写完了之后 回过头来 现在我是不是就可以 再把我这Mine.API的启动文件 再详细地处理一下了 对吧 咱们怎么去处理它呢 你看一下 我拆完成之后 我这个Mine.API 我说要让它做成启动文件 它是不是就只有启动文件 只是反映出来启动流程了吧 我启动 在这个工程的时候呢 咱们是不是可能要用到数据库的model呀 要用到数据库的model的话 咱们是不是尽量去用那个迁移的插件啊 对吧 所以用到插件的话 咱们对于启动的时候 还得改一下了 得去引入那个脚本命令的管理吧 还有印象吗 首先它得是创从blask 这个这个script 我得先去创建那个脚本的东西吧 把他导过来 导入个manager 我去创建一个manager对象吧 比如说manager对象 然后呢 把app传过来 就可以啊 传过来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去给他补充那个db东西了 对吧 咱们要去导 导谁呢 从blask当中 然后呢 应该是migrate 去导入两个东西吧 一个是迁移的执行者 migrate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迁移的那个命令解析人员吧 command 就要用到这两个东西 然后呢 首先第一步 我是不是得去 去把这个migrate 这个迁移者 创建出来的一个对象 给你保存到app当中啊 是吧 就到app当中 而且呢 在次用的时候 是不是还会用到数据库啊 对吧 数据库在哪 是不是也在iPhone当中啊 在iPhone当中 我们在iPhone的init文件这里面 是不是既有createfb 也有那个db呀 对吧 也有那个db 所以呢 咱们把这个db也给引过来 还有这个db 好了 我把这个db给你引过来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现在相对于是绑定好了 绑定好了 再往下走的什么步骤 添加那个命令了吧 manager 然后呢 add command吧 我给你添加一个指令 指令的名字 我给你提 比如说他们通常情况下 都叫db 然后这个指令 最应的到底是谁呢 是migrator command 这里面添加完成之后 接下来 我最终再去启动的时候 直接上 再去直接去使用 manager.run 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方式 现在呢 在这里面 关于启动的流程 就已经控制完成了 这个控制流程 控制完成之后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 再来去说一下 说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呢 通常情况下 在这个工程里面呀 在工程里面 我们现在看谁呢 manager.py跟config 都是关于工程 所运用的依赖项 在工程里面 真正的代码 是放到iPhone里了吧 是放到这部里了吧 放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我们来去说 那通常情况下 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 什么API 1.0 2Static呀 还有这样的model之外 还会用到一些 其他的目录 我们把它也给捧出来 哪个目录呢 比如说 这里面会有一个目录 我们把它做Utils Utilities Utilities 这个单词的意思 代表是设施工具的意思 那意思就相当于 我们再去实现 在iPhone当中 去实现一些 试图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 会用到一些 我们自己封装的 独立试图而存在 的一些工具呀 对吧 很可能会用到 这些工具吧 比如说什么东西 你在张国里面 有没有自己独立 去写一个 那样的一个装饰器 验证动物的装饰器呀 那个装饰器是 每个试图可能 都会用得到的吧 那你说我放到 试图当中合适吗 不合适吧 我是不是应该 得独立出来呀 所以呢 那放到哪呢 既然是咱们封装好的 别每个试图可能 偷偷偷用到的工具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给它放到 Utilities 这个Utirs 这个目录当中 所以呢 这个目录的意思是说 我们自己封装的一个工具 会用到的 然后呢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我们在目录当中 还会再建一个东西 再建一个什么目录呢 叫做一个Labs Labs是不Library的 这个缩写呀 Laborate是不是酷的意思 所以Labs 这个目录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去存放 别人封装好的 第三方的 扩展包的工具 你第三方的扩展包 如果你是在中端当中 通过PIP e-stall的方式的话 那代码是不是已经按照的虚拟团圈里面了 然后呢 如果那个扩展包 你不是通过PIP e-stall 而是你别 直接把别人的扩展工具 那个包的代码 已经拿过来了 那你把代码放在哪呢 你就可以放到Labs 这个目录当中来 相当于Labs 是别人写好的 第三方的扩展包 所以还会用到这两个东西 我们也把它补动到这 补动到这之后 那现在相对应的一个目录就完整 现在一个目录完整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现在去启动一下 看一下对应的这个效果 当前我已经运行出来之后 那我去接去谁呢 iHome是我整个的工程目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iHome这个iHomePython04 是我整个工程目录 然后呢 这里面有iHome 拒绝代码 还有启动脚本 还有一个config.py 这个managesingle.py 这什么东西呢 这是我为了大家自己在课下的时候的 拆的方便 我把一开始给大家去写的 在单一文件的东西 又给你弄了一下 你相当于 只在单一文件拆出来的东西 我把单一文件给你保留一下历史 所以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我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直接执行 mahesonmanage.py 然后呢 加上runserver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你加runserver 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工程给你打到的时候 跟这个Jungle启动是很类似的呀 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 那当前我在我的应用程序里面 是不是已经给你注册了一个蓝图 是API1-0 而且在蓝图当中 我是不是也写了一个视图 还是叫index 所以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访问能不能访问得了 所谓过出来 应该是127.0.0.1 对应的是5000端口 就是我们没有改吧 对应的是5000端口 然后呢 我们写的蓝图 是不是应该刚才写的是 API 然后呢 V1.0 再加上index index 看一下相对应的 是不是出现出来了 index 然后这里面 也刚才有了那条绑的记录了 所以呢 这次构建完了 对应该关系的